白菜涨价,泡菜沦陷啊 假人们啊,隔壁韩国最近真的是太难了 为啥呀,泡菜吃不起了 泡菜的主料是白菜,大家都知道 而这玩意儿呢,在韩国最近价格是暴涨 一颗白菜,一万韩元,换成人民币接近一百块钱 好家伙呀,这韩国大妈先疯了 在网上360度托马斯回旋,无余地的开喷 泡菜对他们有多重要呢 有数据显示,95%的韩国人 一天至少吃一次以上的泡菜 64%的韩国人一天三餐全都吃泡菜 那是翻来覆去,变着花样的把泡菜给吃干炸透 这拌菜咱们就不提了 泡菜披萨,泡菜汤,泡菜拉面等等 如果说拍一部舌尖上的韩国 一共一起就完结,通篇都是泡菜 最后呢,十秒彩蛋,顺便提提烤肉拌饭 那不光动嘴啊,人也身体力行呢 为泡菜生怡,建泡菜博物馆,成立泡菜协会 设立泡菜研究所以及泡菜专业 甚至三星啊,还研发出了专门的泡菜冰箱 所以啊,这原材料上涨导致了失去了泡菜自由 那简直是要命了,更不巧的是 最近这两个月呢,正是老韩们做泡菜的高峰季节 结果就是48%的韩国人今天减少了烟泡菜的量 其中83%的原因是因为太贵了 餐馆呢,也悄悄撤下了原来免费提供的泡菜小碟 甚至呢,现在一块白菜地,两拨贼抢着偷白菜啊 那终于又假人呢,就留着口水问了 为什么涨价呢 因为在韩国啊,除了整容,啥都贵 首先呢,韩国的国土比山东要小五万平方公里 小也就算了,三分之二的土地啊 全是山地跟丘陵,根本没法种菜 这气候也是个问题啊 那儿的冬天呢,是又冷又长又干燥 对植物很不友好 什么菠萝,芒果,荔枝都得靠进口 这攀比炫富的话,我们这儿那是大金链子,小金表 人家呢,是一天三顿大西瓜呀 想一想这个华夫啊,看着他们炫耀的样子 我眼眶都湿润了 来来来来,有机会来趟我们这儿 是个像样的餐厅 吃个西瓜都免费呀 那本来这个条件呢,也正好就是白菜容易种 然而,今年韩国又遇到了台风 以及史上最长雨季的佳鸡 秋鸡的白菜供应量,骤减 来,大家一起念 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那怎么办呢 哈哈哈哈 不要慌,问题不大死咪哒 我们来拯救啊 光山东一年产的白菜就足够韩国吃30年 去年呢,韩国进口泡菜30多万吨 99%都是来自于咱们这儿的 去韩国捋过游 餐厅饭馆里面你吃的泡菜 你以为呢,超过一半都是made in China 虽然老韩们呢,心不甘情不怨 嘴上说着只爱国货 但是身体很诚实 照样吃的香啊 真香 那以后家人又问了 你说我们这儿都给别人提供白菜了 人也得用点什么东西 会不会给我们吧 哈哈哈哈 家人,有啊 韩式瓣有酒 真采用声讯 请点赞加关注